又一年了 有请有请 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 我们湖南卫视跟现场 包括电视机团的每一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嗨的状态之下 度过了这难忘的一个晚上 大家嗨吗 嗨 对我们今天游戏这么多的 我们的演员都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跟我们一起来迎接2018年的到来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刚才呢 我们的TFBOYS已经用我们的时光 用歌声给我们做了最好的一个情感的表达 那这个时候你们想送给大家 什么样的新年祝愿 来 很简单祝大家2018年 欣赏事成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这个很好 恭喜发财 哈喽芒果TV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们是TFBOYS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请三位去到这个 一步到我们的这个 幸福大巴前 我们拍张照片给我们的粉丝 是的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会有一个微博抽奖 拍到的这张照片 请大家签名之后呢 我们就会 给到这位幸运的粉丝 稍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好再来一张 好 那么在你们的身后呢 有一个礼物也是我们要挑选给这个幸福的粉丝 你们三个人商量一下 我们选出一个礼物好不好 这个礼物是吗 不管是大盒子还是小盒子里面都是有礼物的 你看这些都是之前来到这里的这个爱豆给自己的粉丝选的 好这个黄色的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让俊凯打开看看吧 内容是 恭喜这位粉丝了 那么在1月2号的芒果TV的微博上面 我们也会公布获奖名单 恭喜 好再次欢迎三小只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谢谢你们 那么我们也有代表粉丝有一些问题小问三小只 那么今年呢是第三次来到我们湖南卫视的跨年 那么今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今年首先是因为我上大学了嘛 然后呢这次来湖南跨年呢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觉得是一种成人的方式来跟大家跨年 对然后我们三个呢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 然后也是通过跨年这样一个 你知道会晚会能够在一起 然后给大家一起唱歌也是非常开心 对 好的 那么现在提前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知道三小只还没有进行表演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吗 是的 那么之前有听过的观众朋友们说这首歌特别的感人 对 所以对于十年之约和刚出道的时候相比 你们现在的心境肯定是很不一样了 想对陪伴你们的粉丝说一些什么 陪伴你们的粉丝送出2018年的祝福吗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什么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考验我们这个团队的默契的 是的 麻烦为我们配合一下 我们呢会说出两个词语 然后三位同事说出自己选择的词语 好吗 好的 三位请准备好话筒 预备 咖啡 咖啡牛奶 咖啡 咖啡 不错 不错 稍微 稍微有点滞后 接下来我们步调一致好不好 请注意 鲜花包包 鲜花 鲜花 哎 哎 怎么总有个慢音拍 再来 三二一 数学英语 英语 英语 数学吧 数学 英语吧 数学 好 帅气豪气 豪气 帅 帅气 豪气 豪气 好 有豪气也有帅气 音乐电影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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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电影这件事情 三位不用说 一定都选择的是音乐 对 这包括对舞台的热爱 对不对 对粉丝的厚爱 对 其实小凯现在也在往 影视剧的方向发展 是 是的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提问的机会 留给我们现场的媒体 只有两个 媒体朋友们 机会 麻烦大家 来 哪一位 辛苦 好 我们把话筒给到他 这一边 啊 比较什么 疯狂 比较疯狂的是 我觉得 我17年比较疯狂的是 应该就是 备战高考吧 是比较疯狂的 因为确实 时间对于我来说 是比较珍贵的 所以也是 呃 也是那段时间 也是非常辛苦 但是呢 还好就是顺顺利利地 考过了高考 考上了北电 对 挺过来了 接下来呢 要麻烦三位 刚刚的这个照片 已经拍好了 麻烦各位三位 签名 我们把它送给自己的粉丝 好不好 来 有请 好 待会呢 我们的三 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同时在工作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之下 能够保重身体健康 不要让我们所有的粉丝担心 谢谢 也希望你们一会儿 在跨年的舞台上玩得开心 加油 谢谢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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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今天 Voice 谢谢 小晓之 好